Hello,大家好,我是思一 人的一生会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 其中就包含了遗憾 你有什么遗憾呢?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能够听你这样东西寄回到过去 你会记出些什么? 我在今年6月出版的小说 《遗憾收纳园》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台北市在有一个地方 可以听你这样东西寄回到过去 给在野见不着的人 遗憾你的遗憾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你会想记出些什么呢? 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11月1号到11月3号 限时三天 在三财年中书长 我的作品任选两本 就有66折的优惠哦 不管是爱情、小说 或者是自我美丽的书 希望这些书籍 能够带给你们一些疗愈 记得去买哦 只有三天的时间 拜拜